找地方吃一點食物吧 網友推薦的這家長順牛肉館沒開啊 來隔壁村子的這家街裡飯店 那你給我做一個鍋仔羊炸然後一碗米飯 一直想找機會吃羊炸湯 養的肺 哈囉大家好我是好威 歡迎大家來到好威的頻道 錄製這條視頻的時候是在2022年的12月19號 星期一的下午將近三點鐘了 今天是我這個反應第二天吧 應該是算是第二天 昨天是第一天 因為我平時在外面會有那個探店的習慣 探店就得在外面躺食嘛 對吧 目前我需要去做核酸檢測 今天就帶大家去做核酸 這個時代廣場這邊還有在做核酸的 我剛剛問了一下騎手 騎手是說現在在北京這邊吃飯 跟跑單好像都不用做核酸了 不知道真的假的啊 我剛剛在手機百度上稍微查了一下 好像沒有說現在在北京這邊躺食 要不要做核酸 那我看到這個這邊既然已經 能做核酸了 那我就試一下吧 因為好久沒做了嘛 然後再去問一下這附近的商家 看看是不是要做核酸 謝謝啊 距離上次做核酸到現在呢 已經是10天了 然後目前為止是107桶 現在這兩個亭子裡面 一共就只有一個人 然後那個人負責拍照跟負責頭 現在呢在北京這邊做核酸的人 相對來說就少了很多了 現在工作人員也少了 全盛時期喔裡面應該是4個人 現在變成一個人而已 現在好會來這個 西越天街 打算來這邊 找那個名創優品 買個那個 吃飯用的小桌子 我現在基本上的視頻啊 大多都是有那種探店的 在探店的過程當中呢 或是吃麵條的這種類型的食物的話呢 我都會可能把麵條放桌上 拍到碗跟吃東西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就 需要拉遠這個距離 所以呢 我就必須得把這個攝像頭 然後擺得非常遠 離我很遠很遠 但我覺得這樣子的話有點就是 要是桌子不夠大的話 就相對來說比較不好拍攝 於是呢 我就在網上看到一個 就是B站有一個美食博主叫做鄭安眠 是一位北京這邊的一個美女 她弄了一個 很可愛的小桌子 我跟她交流她是跟我說是在那個 名創優品買的 小飛狗還是什麼的牌子 跟她講說 這個牌子有點可愛 可能不適合我 但是我想 我先看看吧 反正我這個人 可愛就可愛一點吧 反正都把東西架高 又看不到桌子 對不對 那我們就進去找一下吧 然後順便看一下這個 西月天街 防禪這邊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商場 有沒有什麼聖誕的氛圍 走吧 我現在已經進來了 然後之前不是中標了嗎 對吧 這麼 這麼久沒有出來 這個商場進來已經不用看你的 就是健康寶什麼的了 體溫也不良 健康寶也不看 你就直接走進來就行了 他們這家 這個物美的生意還不錯啊 好多外賣的在這邊 就他們家生意最好 我在一樓從南走到北 是沒有看到有這種就是聖誕節的裝扮 什麼燈泡啊 什麼的都沒有 比較可惜一點地方在於這邊 但是像現在的就是大新的匯聚 就有這種聖誕裝飾 之前我在生病之前去的時候那時候就有了 所以大家想要感受那種 有聖誕氛圍的這種商場的話呢 大家可以去匯聚 大新的匯聚啊 這麼大的一個 西越天階是沒有的 但是 確實啊 我現在來的時候是平日 這裡也沒什麼人 有好多店都都沒開 哇塞 找了老半天 終於找到了 迷你壽啊 去去買那個小桌子 我剛剛問店員 店員說這個大兒狗的這個折疊收納價 賣完了 沒有啦 我就在這附近 找一些其他的禮品店 看看有沒有 類似的可以擋一下的吧 找了這家 裡面也沒有 現在的位置是在五樓吧 在這個 電影院這邊啊 他有分南北兩區嘛 北區跟南區逛 然後一層一層這樣走 找了所有的禮品店啊 基本上都沒有看到那個小桌板 那就是網上買了吧 我到時候 現在的話 下午的4點16分了 準備離開這個商場了 現在平日的下午人也不多 好多店都沒開 那我就想說之前也拍過了嗎 對吧 現在就 呃北京現在特殊狀況嘛 很多人都待在家裡 挺過去應該就好了啊 那我就準備離開這裡啦 去找一點東西吃吧 這麥當勞在底下啊 上次跟豚叔叔是在這邊見面拍視頻的 不過那時候是中午啦 陽光比較好 現在都下午啦 都準備天黑啦 走出來了啊 找地方吃一點食物吧 網友推薦的這家 長順牛肉館沒開啊 來隔壁村子的這家 街裡飯店 看看能不能堂食 或者是打包回去吃吧 現在能堂食嗎 沒做核酸可以吃嗎 可以可以 好啊 那我在這邊吃好了 鍋仔羊炸是那個菜是吧 有嗎現在 有啊 那你給我做一個鍋仔羊炸 然後一碗米飯 然後就在這邊吃就好了 謝謝啊 這就是我的晚飯啊 然後米飯是兩塊錢的 這是 羊炸 好多蔬菜在裡面 給自己弄個燈 這湯應該能喝啊 他給我燒熱啊 看不到了 今天在外面騎車啊 從西岳田街 然後騎到長陽那邊去 然後撈一圈下來 慢慢天就黑了 我想說回來村子這附近吃好了 這是在我住的那個村子裡面 對面的那個村子 一直想找機會吃羊炸湯 開心 挺鹹的 這是 腸子 裡面還有好多菜啊 現在開始要變等了啊 現在外面淋下一肚 這是 羊肝 羊炸就是味道比較重一點 我個人是可以接受的 這應該是肺吧 羊的肺 其實羊炸我不太會吃啦 我拍視頻這麼久以來很少吃羊炸 今天出來吃飯 最理想的狀態就是吃一碗牛肉麵 他們家這裡暫時沒有賣牛肉麵 我就想說那就吃個羊炸好了 這應該是 不知道是哪一個內臟喔 這應該是羊的毛肚吧 上面好多菜 先把菜夾起來吧 哇還有粉條呢 不想讓它煮吧 把它吹掉吧 油菜 哇 粉絲好多啊 就牛羊肉的那個內臟啊 價格賣的會比那個肉還要便宜一點 所以如果是在北京這邊吃什麼羊炸牛炸的話 一樣的價格喔 份量會比牛肉多一點點 最有了解是這樣子 夾了好多肉出來 這是啥我也不知道 好 腸子 鏡頭有點太遠了 辣近一點 來 嚐嚐看啊 羊炸 就是吃羊炸的話 會比那個羊肉來說的話 還要再三一點 滿下飯的 這塊是什麼我就不知道啦 不知道是不是廢了 就好了把他關起來吧 把他關起來不想煮了 因為一般來說就是開著這個讓他一直煮 是因為看到好多人然後點好多菜 慢慢吃對不對 然後他還是這個的 但是我不一樣我就自己一個人對不對 我就自己一個人一直在吃一直在冒煙 所以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哇 羊雜 哇 好多啊 都把它撈一撈 然後等一下再喝糖 全部都撈出來了 這麼多 羊雜飯 羊豬 粉絲太大口燙到了 這種乾好像是放的特別多啊 吃完了啊 吃完了啊 米飯都吃完了 你接著喝湯吧 好燙 這湯還蠻油的 好燙喔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湯啊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湯啊 是不是看起來蠻油的 好燙喔 好燙喔 舒服 應該早一點把這個火給關了 裡面還有肉 好燙喔 這湯蠻鹹的 我把底下那個 正的羊雜吃一吃就好了 哇 吃到香飽的味道 北方人就是不怎麼喝湯啊 就給這種勺子小的 差不多了 撈一下 基本上吃的差不多了 就剩下一點鍋底 今天最主要出來是去買那個小桌板 小桌板沒有買到的話 可能到時候就是網上買的吧 買一個小桌板 吃著在外面吃飯用的 買個那種 手提的那種秤 到時候出去外面吃炸雞的時候可以用到 因為這期視頻好為就是復原了 然後出來的第一天啊 視頻就簡單的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吧 北京現在的話大概是下午的 接近五點鐘 就天黑的差不多了 就變得很暗了 我吃完到現在呢 都還不到六點 可能就是天氣越來越冷 在路上的人也越來越少吧 大家都 我就在室內了 北方就比較冷一點啦 可能這時候 在廣州這邊可能還穿著短袖呢 對吧 這期視頻就簡單的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吧 喜歡好為的小伙伴 你可以幫好為點個讚 你如果想看到好為持續更新的話呢 可以關注我喔 祝大家平安順心 祝大家好好吃飯 我是好為 感謝你的收看 期待你的留言 明天見 拜拜 過去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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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